另外这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细水活动 在8月26号正式圆满落幕了 而活动前历经了0403、0423地震 以及豪大雨造成了公路和铁公路交通中断事件 那么活动期间更是遇上了凯敏墙台 在为期近两个月夏季细水活动 仍然有超过6万人次游客前来相挺 那么外线市的游客占比更是接近4成5 现场许正位感谢全台游客给予花莲的支持 一起回复大家对于花莲的旅游信心 现场许正位表示 资卡轩细水活动从104年启动以来 每年都是全国民众最为期待的暑假盛事 花莲政府更持续优化资卡轩公园整体设施 除了水上设施 今年也陆续设施打造共融游戏场 让资卡轩成为全领的乐园 今年细水活动期间 花莲政府周周精心规划精彩多人活动 周末接请花莲各地农村职人 进入园区 总指图书馆举办资卡轩农村自然疗育体验 做成课程 带领民众透过所作体验农村的生活贸样 24场活动吸引超过500人参加 新大学表示 感谢活动期间各单位吸手合作 为资卡轩细水活动增添多元的丰富趣味 包括花莲县动物防疫所 全貌任养 以及狂犬病疫苗免费施打活动 花莲县地方税务局发票换好旅活动 以及税务宣导 新大学位表示 活动期间 北花莲地区 台湾强烈台风试炼 正方高达14级 除了花莲县连续两天 打停班停课 标准灾房价 园区植栽数目众多 索性油气以及吸水设施 并无大型的损害 感谢园区工作人员以及协办厂商 甚至不持辛劳以及操作练剧 各项聚集不停搬运 虽然让大家稍后到四天 但是快速恢复园区的开放 暴障细水安全以及游乐乐趣 新大学位表示 今年花莲夏季细水活动遇到挑战 但是非常高兴看到不少游客来花莲到访 花莲享受愉快暑假时光 花莲依然美好 9月1号到10月30号 不能到花莲住房奖励 从现行每人现用一次 或正为每个人每月一次 每房1000元 欢迎大家继续一起来花莲游玩 现在学表的是感谢所有游客参与的支持 资卡学院绿车林公园 细所活动期待明年再见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记得就能解锁到 谢谢大家